然而五分钟过去了 清朗的天空丝毫没有要下雨的征兆 我们不经怀疑奇迹真的会发生呢 就在我们焦急等待的时候 远远望去 湖对面的山岗处飘来一团云雾 这团云雾慢慢涌来笼罩在湖边上 难道奇迹真的就要出现了吗 这个雨的话一般是几月份到几月份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六到七月份至七到八月份这几个月 都是下雨吗 也不一定 七到八月份的时候呢 你喊叫几声它也会下冰雹 喊完之后它是多久才会下雨呢 这个最快就是在十分钟以后 最慢可能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 看来这个囚雨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进行 时间过去了半个小时之后 云本以为马上就要下雨了 可没想一阵风飘过 云雾又散开了 莫非是因为小桥年龄太小 还没能掌握呼风唤雨的诀窍 我们决定让它再试一次 就在小桥高声呼喊的同时 我们看到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按说这高山湖泊人际罕至 一般人平时很少会来这里 这个人会是谁 他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呢 请问您这是在干嘛呀 我们是在求雨 求雨 你们要怎么求雨呢 求雨就是第一步烧天象 然后寄自然神 你要寄自然神之后 把天象烧好 自然神借好之后 雨就会下来了 看过《西游记》的人应该都记得 里面有这样的一幕 说的是唐僧师徒四人 为了挽救车池国与虎丽 陆丽和杨丽三个妖精斗法 其中唐僧与虎丽就曾鄙视过乔雨 乔雨前 虎丽张着血盆大口 劈头散发 站在法坛前念经 而唐僧则端坐着默念心经 趁着空气 宋悟空飞入天晴 与仲仙约定好信号 在悟空的帮助下 唐僧起雨即来 而虎丽最终以失败告终 难道三财湖附近的求雨 也需要和天神沟通 只有取得他们同意之后 求雨才会有效吗 眼前这位长者是纳西族的东巴 由于这年老君山雨水颇少 纳西族东巴带着自己的徒弟 来到山上祭祀属神 也就是纳西族东巴教中的自然神 用来求雨 敲鼓 杀鸡 念经 同样是求雨 为何利宿族只需要呼喊 而纳西族却要施法呢 东巴告诉我们 相传老君山原本是 太上老君修炼之地 一次炼丹之时 他不小心将自己的一块镜子 摔碎掉到了老君山 从此老君山的水 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湖水了 可是传说归传说 难道小乔用喊声求雨失败 而东巴靠自己的咒语 却能够呼风唤雨不长 前一天就要必须要起身 最多也不成功两三天就会笑雨 纳西族的东巴说 他们乔雨通常是两天之后才会见笑 我们也无法立刻验证他乔雨的效果 看到这一幕 站在一旁的小乔 显然有点不服气 他赶紧跑到湖边大声呼喊起来 紧接着干脆就在湖边唱起歌来 难道是天宫不作美 在立宿族人看来百事百重的事情 为何在我们镜头的拍摄下 却并没有出现任何奇迹 我们站在湖边一直等待着 可是雨水始终没能光过这里 难道说这立宿族人盛传的 能呼风唤雨的事情只是一种 以讹传讹的结果 又或者要真正做到呼风唤雨 还得达到天地人和之类的各种条件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小乔的唤雨方式到底还缺什么呢 无奈之下 我们决定重新回到山下的村中 寻找答案 眼前的这位立宿族的老人家告诉我们 早在五年前 他就曾经上山呼喊过 当时天空就真的下起了雨 当我到那儿 就是有一天的 就是乱了哈 就一天的下雨 不会起天天下雨 大雨不下就下小雨 小雨不下就下大雨 不能出门 老人的话让我们半信半疑 如果真的如他所说 为何我们让小乔呼喊并没有下雨 难道是求雨的哪个环节处了差错 老人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是只有你们立宿人在湖边叫才会下雨 还是其他人都可以 都会下 都会下 对 难道被传的神乎其神的能力 并不单单只是立宿族人才可以 只要是在三才湖边 不管是谁都可以达到下雨的功效吗 何德胜 纳西族人 据说他就以自己的亲身体验 向我们证明了这个说法 纳西族大圣呼喊要下雨的话 是不是之前都得做法 请变化做法 不用做的 就是只要是一道一点 有什么道的事 他就会下雨 就是道士宣伙之类 其他还有湖里面丢石头 还有饭鞭炮 倒签啊 什么都会下来 原来对于呼风唤雨这一现象 外界一直存在误解 认为只有立宿族人才有如此神奇本事 老人告诉我们 其实无论是谁 只要抵达三才湖边 不要说是人的呼喊声了 就是在湖里丢块石头都能引起下雨 如果真是这样 为何上次求雨会如此失败 为了继续寻找呼风唤雨的真相 我们决定再次前往三才湖边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进行一一验证 因为一时激起千层浪 可见一块石头的威力呢 是不容小觑 但是据当地人说呢 只要把这个石头往水里扔 天空就会马上下雨 这样的说法呢 听起来似乎有点是天方夜谭 那么现在呢 我就把我手中的这块石头 往水里丢 看看天空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五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停地扔石头 始终没有看见一丝雨滴落下来 既然声音是引起呼风唤雨的重要因素 会不会是因为石头扔进湖里的威力 实在太小了 我们试图朝着湖面 大声喊叫起来 喊叫声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和上次一样 一团云雾从远处飘来 慢慢地朝我们喊叫的方向靠近 这一次奇迹能否发生呢 下雨吧 对 原本以为这一次准能看到下雨 可是等了好久之后 雨水始终没有降临 不一会儿 云雾又逐渐地散开了 无论是隶宿族人 纳西族人 还是我们自己换雨 依旧没有看到被喊下雨的场景 那么到底是换雨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三彩湖位于海拔3850米的高度 因为山高路远 一般人很少会来到这里 据当地人告诉我们 像三彩湖这样的神湖 在老军山风景区并不止一个 位于海拔4000米的高度的圣母湖 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当地人告诉我们 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 呼风换雨的现象会更加明显 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我们希望能够早点生理到那里 既然在圣母湖呼风唤雨的现象更加明显 说不定在那里 我们真的能够见证奇迹的发生 一路翻山越岭 在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圣母湖边 为了验证当地神奇的传说 顾不成休息的我们赶紧大声呼喊起来 这次换雨能否真的成功呢 在当地人们给这些能够进行呼风换雨的神湖 取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听命湖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果然这一次 在等上了半个小时之后 上天似乎被我们的诚心打动 突然真的下起了欣欣欣欣欣的雨滴 下一节 生大雨大 生小雨小 呼喊都会 巧语能成 高山湖泊地势奇特 海语之说如何破解 这个关键海语的数据 要是相对比较小的分数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尝试这样的事 不要走开 X道案 神奇的球语术 悬念正在升级 是